嗨大家好,這次講一下吉他方面要怎麼做 我們都知道吉他分為木吉他以及電吉他兩種 那吉他他的演奏方式也是有兩種 一種就是分解,一種是掃弦 那水果裡面吉他在哪裡找到呢? 有兩個地方,一個是在Pack裡面的Guitar 他這裡面的吉他他是採樣的 那還有他的Plugin Preset插件預設裡面的FL Slayer 這個他應該也是水果合成的一個 還有他的水果自帶合成器Cytras裡面的合成吉他 那先講一下他預製的,就在這邊 你看左邊這個怎麼隱藏起來 他在這裡有一個可以選的 向下這個箭頭點一下,他裡面有一個Auto Hide 自動隱藏,你把它勾上去他就可以自動隱藏了 那我們來找那個我比較喜歡的音色 比較喜歡的吉他 水果裡面我覺得可以用的吉他有這裡 Pack,Guitar Guitar就是吉他的意思齁 那他這裡面有原聲吉他以及電吉他兩種 每一種他都有九種,九把吉他可以用 比如說我選個九把 木吉他的第九個 你聽一下他的音色是這樣 那要怎麼寫吉他呢 我覺得他自帶的音色來寫他的分解還是比較可以 那我們先確定一個走向 確定一個和弦,比如說我要寫一個六級開頭 先寫四個小節吧 那六 這是什麼進行呢 就是六、二、六級、二級、五級、一級 那我們寫 我們按一個三和弦的一五、一三五 呃、跟音、五音、三音、一音這樣 哲哲哲哲哲 哲哲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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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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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覺得怎麼好怎麼寫 好 那我稍微寫一下 這是分解的一個寫法 把後面的這些 對齊 那這個它就是有四個小節 那我們聽聽看 這樣是怎麼樣呢 那如果你手上有一把吉他 你又知道怎麼彈吉他的話 我覺得你最好可以先在吉他上面 彈出一段出來 然後再把它搬到這裡面 寫上去這樣才不會讓人覺得說 你做出了吉他 不符合實際演奏的規律 不會說覺得很假 那我剛剛有彈了一段 那我就把它 我把它寫在裡面 我保存成樂譜 我打開一下 就是這樣 你聽聽看嘍 也是一個六級 二級 五級 一級 然後再跟音 走到七級 這樣子 那 這個就是一個四小節的loop 那如果你這個時候 你加多一個 欸 加多一個 鼓上去是怎麼樣 加鼓上去的話 聽聽看 如果你是寫Hip-Hop的話 它這個基本上可以作為一首歌曲的一個loop 對不對 呃 那電吉他 我們聽一下他電吉他的音色是怎麼樣 隨便挑一個吧 隨便挑一個吧 這個電吉他嗎 欸 反正這些 就這些吉他你可以試一下 還有它一個叫做 呃 呃 插件預設裡面的這個generator 裡面它有一個 FLS layer 這也是吉他 呃 它這些都是電吉他比較多 各種奇奇怪怪的電吉他 聽一下 好 據說這也是吉他咯 哈哈 那Rock 是什麼樣 聽一下難聽的調子 我 不太擅長做這個 不太 我一般不怎麼用 那另外給大家推薦一個 新手 大家會用的比較多 的一個吉他插件 Riguitar